如果我在起跑點就讓我孩子輸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承擔他以後 那麼苦那麼累的未來 人生不是贏在起跑點 人生是贏在轉折點 人生贏在起跑點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所有的人跑道都是同樣的 我們每一個都跑在同一條線上 所以我竟然都在同一個跑道上跑 在同一個跑道上得到終點 那我是不是先跑就先贏 可是我們靜下來想一想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個跑道上 我們光是看這世界的行業別 難道醫師跟律師是同一個跑道嗎 他們會一起競爭嗎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這一句話本質上第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我們根本不存在同一個跑道上 所以先起跑一定會贏嗎 其實不會耶 因為我們並沒有在同一個跑道上 而這件事情會衍生出來下一個問題是 請問你的孩子已經找對自己的跑道了嗎 他不在自己的跑道上他先起跑了 他是多累耶 他是比別人多努力然後他又多累 然後最後他獲得更少 因為越跑越痛苦 看不見終點怎麼跑都是輸 因為他不是在自己的跑道上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應該是 幫助孩子更快的找到他的跑道 你要先找到對的跑道 你再起跑 這樣子比較對吧 那什麼是對的跑道呢 對的跑道我會說 就是孩子的熱情跟天分 他對一件事情他越有熱情 他就會做了比別人更久 他就會穿越比別人更多的痛苦 他對一件事情越有天分 他會學得越快 別人讀懂一他讀到了三 別人讀到十他已經看到三十 那這樣子的成就感 怎麼不會讓他更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後去做可以讓自己做得更好 更耀眼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關鍵點是 我們要先幫孩子找到對的跑道 然後再來是 怎麼是贏在轉折點 轉折點是什麼呢 其實轉折點就是生命的選擇 人生贏在轉折點的意思是 我們要幫助孩子 在生命的各個選擇裡面 我可以選對選擇 而不是我進到不同的交叉口的時候 我一直在選錯選擇 我一直在選錯轉折點 而這個部分就是我們 東方父母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個需要去再思考的部分 我們太強調 孩子趕快跑 跑得更努力 所以情能補著 我們要比別人更勤勞 我們要比別人做更多 所以孩子在從小我們給他的教養跟教育裡面 我們只教他努力 堅持不懈 咬到底 可是我們都沒有在教他人生要怎麼去做選擇 可是其實生命裡面最難的 其實就是選擇 其實在心理學裡面 選擇就有一個篇章 它叫做區壁衝突 區壁衝突是什麼意思 區 我想要的 壁 我不想要的 那所謂一個非常簡單的選擇就是 往前走是我想要的 往後走是我不想要的 那這很簡單 我就往前走 我不要往後走 因為往後走是我不想要的 那我當然是往前走 我如果考了高分 我會得到很多獎勵 大家會覺得我很好 爸爸媽媽也會獎勵我 我如果考第一分 大家會覺得我不好 那爸爸媽媽也可能會懲罰我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前面是區 我後面是壁 我就順著這個很簡單的路徑 我就一直往前走就對了 那其實坦白說 整個學校的生涯 都是這樣區壁選擇 但是人生有這麼簡單嗎 人生實際不會這麼簡單 我們很常遇到的是 多重區壁衝突 譬如說我想要往前走 可是前面又有一個壞處 我喜歡這個人 可是我媽討厭他 我想要這個科系 可是我爸爸不喜歡我讀這個科系 前面又是區又是壁 這是在人生裡面很常出現的難題 他有好處 但他也有壞處 我往左邊轉 有左邊的好處 也有左邊的壞處 我往右邊轉 有右邊的好處 也有右邊的壞處 那見到這種多重區壁的真實人生裡面的時候 我們很多高材生沒有辦法反應 因為他從小他的路徑很簡單 就是一直往對的方向走 可是人生沒有全部對的方向 人生都是多重區壁衝突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傾聽自己的聲音 了解自己的感覺 明白自己到底要怎麼選 怎麼捨 捨得沒有辦法做 選擇沒有辦法做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硬讓孩子跑在起跑點上 真的跑贏了 但是他在人生的轉折口上 他沒有辦法轉彎 我們真的靜下來想不想 這樣對孩子真的好嗎 這真的會對他產生幫助嗎 還是我們應該 真的 換用另外一種思維 在孩子從小的時候 我們就教他 怎麼認識自己 怎麼了解自己的感受 怎麼明白自己的喜好愛 然後在所有的 有捨有得 要捨要得的各個轉折口的時候 他就去思辨跟去想 哪個東西是我要的 哪些東西是我可以承擔的 所以我要割捨 那從小在安全的狀況下 做過很多這樣子練習的孩子 你覺得他長大之後 遇到真實的世界的挑戰 他會不順嗎 他一定就比較順 這就是為什麼研究顯示 EQ是預測一個人 未來最大幸福 甚至最大成就 甚至最大收入的關鍵點 因為你在透過孩子 學EQ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每一個時間 我們都在教他 怎麼去做對的選擇 怎麼去過人生的轉折口 那轉折口過得順 其實你人生就是順 你開始知道在每一個衝突狀況的時候 你有能力靜下心來 你有能力不被情緒感擾 你有能力傾聽你的本心 去知道你真正要的是什麼 而你願意為你要的東西 做出什麼樣的付出 跟什麼樣的割捨 這樣子的孩子 他當然很有未來 而我們跳養就是為你預備 整個教養這樣子的孩子的 方針跟承認 報告 有機會 你一直回到